本期为大家继续介绍经典美剧《阴阳魔戒》 这集故事的名字叫《罪恶的阴影》 男主是一名白人伤人 停车等红豆期间突然被一个黑人拦了下来 嘴里不停地喊着帮帮我 男主看着糟糕的黑人 想了想便直接离开了 下一秒就通过后视镜看到黑人被拳用 当男主回到家之后 却发现自己的额头受了伤 妻子疑惑地询问伤口的来源 男主也无法解释 只是说着可能因为害怕只顾着离开 没注意怎么受的伤 到了第二天 怪异的荧幕再次出现 男主的身上居然出现一片又一片瘀青 并在上班的路上 看到那名黑人被打死的行为 原来黑人只是一个遭受种族歧视的大学教授 内疚也瞬间侵蚀男主的内心 如果自己失忆援手 黑人就不会死掉 当男主来到医院检查瘀青的身体时 却发现自己的皮肤也变成了黑色 医生的抽血检验报告告告知男主就是一名纯种的黑人 无法相信的男主坚决认为自己是白人 无奈地回到家之后 男主彻底变成了黑人的模样 就连妻子和狗狗都把男主当成了死闯民宅的大坏蛋 因为男主的模样就是那名死掉的黑人的模样 一脸震惊的男主在狗狗的威严之下只能逃离现场 离开前还遭到邻居的驱赶 当男主逃到酒店时 店老板因为男主是个黑人 想要查看男主的身份证 掏出证件后 男主才回过身 自己已经变了模样 不得不再次无奈地逃离 可自己的汽车已经被警方监控 直到黑夜 男主想要搭乘滴滴车 却被司机拒绝了 因为男主是个受到歧视的黑人 此时的男主才真正体会到 黑人在这个国家的地位如此卑微 即使男主的内心 也有歧视黑人的潜意识 直到男主再次看见黑人被打死的报纸 便跟着报纸的信息找到了黑人的家中 希望得到黑人的家人的原谅 可男主仍然口是心非地说着 自己只是因为害怕才没有失忆援手 而黑人的妻子却只问了一个问题 假如我的丈夫是个白人 你会失忆援手吗 下一秒 男主就因为潜意识变得哑口无言 因为男主不是因为害怕 而是因为歧视才没有帮助黑人 一路休解的男主不仅没有得到原谅 还在不知不觉中 来到了案发的十字路口 相同的一幕也再次发生 男主以黑人的身份重新演绎被殴打的场景 本能的求救找到了一名白人司机 可白人还是因为歧视直接离开了 而下一秒 白人又反了回来 便把男主带上了汽车 当男主问着白人 为什么救自己时 白人说着 在离开的瞬间 我假设了被殴打的是自己 老警官没有要搞 只有一本证件的花园 我们下期再见